过江龙与地头虫 布林肯和习近平见面 很多香港传媒都有相关的报道 他的报道方式和布林肯讲话的内容有些出入 布先生和习近平见面之后当然会讲话 美国非常清楚中国带来的挑战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竞争愿景 美国将永远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价值 在这个讨论中 我重新我们对中国提供支持俄罗斯残怒入侵瘟难 战争零件的严重关切 就是中共的支持俄罗斯 协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攻击乌克兰 令到乌克兰里面 电网和民用截司被摧毁 对了也杀害了无辜的儿童 妇女和男人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瘟难的攻击 一路说上星期我们在七国集团 伙伴举行的会议上 也听到同样的讯息 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协助 不仅是威胁乌克兰的安全 也在威胁欧洲的安全 正如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告诉中国的那样 是确保跨大西洋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中 我们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会解决的了 那一路看回来呢 说到了在南海方面 在中共的南帝们 他也有说 他说到不明 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很好 他就说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动 包括反对菲律宾例行的维护行动 和人内之附近的海上行动 这些水道的航行和商业自由 不简对菲律宾至关重要 而且对美国和印大地区 甚至全世界其他国家也至关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对中国的海上军言表示担忧 他就说 我明确表示 虽然美国继续努力 缓和 紧张局势 但我们对菲律宾的国防 承诺坚定不移 在香港和新疆西藏的问题 他也有说 他也对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制度受到侵蚀 跨国镇压 新疆和西藏持续发生侵蚀人权的行为 以及一些个人人权案件表示担忧 在这里讲完之后 选择了一些布林肯去发表讲话 其实习近平也有跟布林肯说了些东西 习近平说了些什么呢 他就说 中美两国应该是做伙伴的 而不是对手应该彼此成就 而不是互相伤害 应该求全同意 而不是恶性竞争 中方乐见一个自由开放 繁荣发展的美国 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习近平一直说 中方愿意与美方合作 但合作应该是双向的 中方也不怕竞争 但竞争应该是共同进退 而不是宁和游戏 中方坚持不建盟 美方也不要搞小烟子 双方都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和伙伴 不要针对对方 也不要反对对方 不要选来对方 说到两个人 双方说话之后 在网络上出现相关的影片 出现这些影片和新闻图片 各自有各自的说法 看回这里来说 在网络上出现一些美国传媒 拍到习近平和布林肯见面的情况 看到右手边的习近平 看到他在等 一路等 等谁呢? 等布林肯 这条片 美媒拍了这条片之后 总共放在网络上是38秒 但我数过了 习近平等布林肯等了28秒 即是说这条片虽然是30秒 你看到习近平等布林肯 应该不止等了28秒 习近平等布林肯的时间 一路走 看到他的神情来说 非常疲倦 甚至很忧虑 一路看回相关的情况 一路看 跟着看到他们握手 拍了这张照片 也看到这些画面来说 也有相关的人员 美方的人员说 看到这个场面来说 就是说 中共方面不想解决问题 这个规格场面 一路看回就是 等于现在的问题来说 就是 布林肯方面 在习近平面前 就说中共支持俄罗斯 其实中共来说 就是打俄罗斯牌 那现在的 入侵 这个湾南来说 输赢来说 甚至普京的生命 生命 如果普京一旦被人 在这个战争压力大 普京一旦被人搞定了 对中共 也是极大的威胁 因为你看到 就是说 现在中共的支持这个 俄罗斯 入侵湾南 一旦美国 美国来说 已经很明显 是货 货了金 给了钱 这个叫做湾南的 以色列一 甚至去南边 南大门的 台湾和印太盟友 那你问题 就说 喂 你美国 就是找这个 代理人 或者蓝头樽 你找蓝头樽 一定要 你做老板的 一定要给钱的 那给钱 就是你想想 美国是这样 给最大笔这个湾南 就是用这个湾南 来打败这个 俄罗斯 如果打败 湾南真的打败了俄罗斯 又可以也是这样说 俄罗斯 在这个前线 他那个损失惨重 令到俄罗斯 国内对普京不满 跟着有人 来搞点普京 那整场战争 就结束 结束了之后 这个美国来说 没有了俄罗斯的威胁 没有了普京的威胁 是不是直接来说 对付这个中共 所以习近平是不是很害怕 这个 这个老实说 现在我想习近平在想这个 就是说 他面对着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 美帝方面 在这个经济方面 也可以围堵你这个中共 他可以 说到明明指控这个 中共是支持俄罗斯的 那这样来说 就是说有正有据 美国可以 其实布林不肯和你这个 习近平说清说错 你就是放弃俄罗斯 如果你不放弃俄罗斯的 是警告你这个习近平的 他会彩制一个叫做 真的经济 制裁你中共的行动呢 那你中共来说 真的来说 他这个 这个 习近平 是不是 真的非常之害怕 因为 去到这个 现在来说 中共的经济来说 就非常之不稳 非常之不稳 你说自古以来 中国的改朝换代 都不是外部势力的 搞定的 是内部 内爆 就引到 令到这个 中国的朝代更继 就是 你看看明朝 崇禁 也是 他不是被清朝打败 是被李智诚打败 是被内部打败 所以 经常都说 很多人都用崇禁 来比喻 这个习 就是崇禁二点零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